大家好,我是阿天,那新活動開始了,這邊有個Event,有沒有看到 點擊下去就可以看到這個活動了 然後這個活動的話應該是維持兩週吧 到11月13號 那這裡可以打一些寶石,然後在這個特別的地方換東西 我覺得最優先換的可能是這個冒險者遺骸吧 賣完之後大概就是裝備跟這個寶典 寶典的話經驗值25,我自己覺得啦 他應該是可以強化任意的這個技能 25的話還不能升一級,要100嘛 所以這個看起來就是全部要換完了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小東西,但都不是很重要 所以呢最重要的應該就是冒險者遺骸 然後寶典再加上這個頭盔囉 那接到之後呢這邊還會有那種免費的任務 全部解完之後呢可以再獲得一點東西 如果你花300塊錢的話呢你可以獲得那個4000的那個水晶 就可以讓你換東西,但是 剛剛可以看到換的東西不多,所以我覺得這個300塊不值得買 那Maharito這個東西我之前有提過了 它是火焰一排傷害的法術 蠻實用的,但是呢 我之前是課150就有這個Maharito了 有沒有,這是150的那個pass 那這一次呢要300,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比較貴一點啊 如果說有人沒有看到這個event的話呢可能是你的進度不夠 那你先去推主線,因為我現在的主線是第二張過關的 但是我覺得不用到第二張港都過關啦 應該是到那個水路就可以看到了 然後他會叫你回王都的工會 再來呢你就可以接到一個依賴的這個3500塊的 就可以看到這一個,什麼怨什麼挖鉤的洞窟 那至於說風洞窟的話呢 是在過了第二張就是那個競技場的那一系列之後呢 風洞窟就出現了 好,我們就去探險吧 因為這時間限定了嘛,我們先把該換的都換到 就是我剛剛說的骨頭啊 然後那個寶典啊 還有那個頭盔 我先來看看B1難不難呢 應該有很多不死系的 可是我不死系的裝備我都賣掉了 因為其實不死系的裝備在蠻前面的 欸,寶箱來了 會開出水晶嗎 喔,對齁 他的那個商店換東西的是隨機開的寶箱 那肯定是越後面掉的這個水晶越多了 所以呢,我們要趕快去開圖喔 這邊小怪的話 喔,寶箱寶箱寶箱 小怪的話我覺得就不要等了 就一直讓你的實力盡快去比較後面的這個關卡去挑戰喔 喔,第三張水晶 什麼意思 喔,我還以為我可以獲得他勒 B3的經驗值,啊,700多而已喔 好啦,這個我在水度已經混那麼久了 不過我等級已經對不對40了 所以不算了 因為我再回去解那個任務 我又重跑一次這個 那個水都的任務 所以這個對新手來說應該還是有難度的 好,不容易開了一個金色的寶箱 結果只有30個水晶 2400的骨骸 30的寶箱我要開80個 喔,好累喔 守門員打完應該都固定一個寶箱 有點像是土洞窟喔 75其實蠻多的耶 這個檯子 4個尺 要收集骨骸是不是 我手機很燙捏 好想出死定喔 你從依賴這個地方 這個是工會的 然後呢,這是其他的 所以我要4個 老鼠的牙齒 3個舌頭 這邊有4個檯子喔 你4個檯子都要點一點啊 4個尾巴嗎 好 所以到了B4的話呢 一定要進來 然後點這4個檯子 因為你要有任務 你去打怪物才有用 4個尾巴 舌頭 羽毛 跟牙齒 那可是一進來的話呢 什麼地方你都去不了 沒錯吧 這邊是死路啊 對啊,這邊也沒敵人啊 所以呢你就只能去B3那邊繞一繞了 喔 寶箱還掉一個光芒 我們是要點那個光芒嘛對不對 光芒應該就是那些什麼 什麼舌頭啊 羽毛啊 有的沒有的東西 然後點一下 點一下 喔 牙齒 OK 又有 從洞窟 欸 依賴達成 喔 修起來啊 但是很抱歉 你點了一個火還是沒有用 另外在一樓的左邊 有沒有 這邊呢有一個椅子 他會告訴你說你想要什麼樣的試煉 那我剛剛可能是簡單的試煉吧 他有分簡單然後中間跟難的 那我現在調了一個中間喔 我覺得一開始的話呢 你可以先選擇簡單或是中間 然後呢 把它爬到B8 因為呢 爬到B8的話呢 這邊的難度呢 並沒有分說你要多難的難度 所以你把這邊解完至少可以獲得一定的這個水晶吧 然後這個道具應該是在B2的各個角落 那他都是在地上發光的 好像不是打寶箱掉的 但我這邊發生了一個狀況喔 就是左下角這邊有一個房間 B2這邊 那當你進去的時候呢 門會防鎖 敵人不是很強 但這款遊戲你就知道會有很多意外狀況 結果呢 我主角就掛掉了 重來之後呢 因為這個門啊 他是進去裡面被反鎖嘛 所以解除陷阱的話應該是在裡面採一個機關吧 因為這個碰過我蠻多次的 但因為我死掉飛回來 這個門就一直處於鎖住的狀況 這個可能要在左下角這邊收集 就是發光的地方在那個左下角 但是我現在我就解不了 那也因為這個樣子啊 我把難度調到最簡單 因為呢 我就是試著調難度啊 睡個覺啊 看可不可以重置 好像都沒有辦法 那另外難度調低啊 當然就是打怪的經驗值會下降 可是怪掉的寶箱啊 他的那個水晶數量我覺得沒有儘少 因為我這個是難度最低的 但是寶箱開出來的那個水晶啊 還是大概是60左右 所以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覺得一開始可以選擇難度比較低 我們先一口氣跑到最深處再說 那但是呢 我可能卡關了 因為那個 任務道具可能是在門的後面 我來試試看吼 隨便飛一個月光寶盒 飛了月光寶盒之後呢 我就從B1開始了 可是依賴還是在 那我有辦法從B1重新再跑一次嗎 欸對啦對啦對啦 我重置月光寶盒之後呢 這個門就開了 而且進去沒有陷阱耶 所以難度1的話呢 他門不會被反鎖 天啊 在這裡在這裡 耶 好了我要去B4了 那再 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賴群 賴群有人跑到B7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任務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因為 他的任務獎勵沒有很吸引我 所以我覺得我大概 跑完一圈 然後拿到那個寶點 跟那個骨骸就離開了 可是問題是他弄了這個頭盔 這個頭盔是防急死的 是不是我們要換6件啊 到時候會不會有BOSS一直使用什麼急死攻擊啊 那這個頭盔壞的是什麼東西呢 他這個頭盔的話呢 法師不能裝備 不過其他角色應該可以 就這個東西 那看起來也沒屬性 然後也只是一星的 特別的就是他有一個急死耐性 就是這個東西 人家如果使用急死魔法的話呢 就也不是百分之百 因為他這裡寫Nikui嘛 就是比較難成功嘛 所以並非百分之百預防喔 好啦不過我是設難度最低的啦 到時候跑完全部我在跑難度最高的 抱歉我比較膽小一點 OK那影片的最後面 我們就隨便抽一個骨骸吧 一共有三根都要換到 眼睛沒長潮 這還失敗 好吧 OK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那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還是要分享 我們要AF 合理 我們要 我們會 有 有 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